大剑巨炮汪洋霸主钢铁咆哮陆海针锋 在20世纪前半叶的强权争霸时代 战略舰以极其具象化的身影雄色 将战争的暴力之美推向极致 今天我们就以同样简单暴力的方法 用战斗力战技影响力三个指标 评选出实行经典战略舰 带大家重温那段批波展浪 纵横四海练练与狂澜交织的真诚 使作用者的开创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现在意义上的狭义战略舰便开始于此 称霸弹阳数百年的大英帝国 凭借此舰再次将舰炮主意推向巅峰 相比之前多种火炮混装的铁甲舰 吴卫号统一着主炮规格 成为12英寸主炮弹道性能一致 单侧最多可用八门主炮做远程高角度骑射 形成弹幕覆盖目标 这使得战舰的火力得到了革命性的提升 防护方面 吴卫号采用表面硬化钢装甲 炮打正面 选侧中部 最后处可达11英寸 动力方面 吴卫号是第一个采用 蒸汽涡冷机引擎的大型战舰 相较于旧型网夫式蒸汽机 功率有长足提高 这使得吴卫号拥有超越 同时期所有主力舰的 21节最高航速 如此强力战舰的诞生 其他列强当然不会坐视不理 特别是大德一致的中二皇帝 这艘划时代的战舰 拉开了新一轮海军军备竞赛的序幕 应得双方军以吴卫号为榜样 卯足了劲 推出更大更强的新一代战列舰 这些军舰组成的舰队 最终在日德兰碰撞出了畸形的火花 遗憾的是 吴卫号却因为之前 撞成德国U29潜艇的战绩 在维修船屋错过了 这场千载蓝红的巅峰大海战 尽管在战列性能上 很快被后卫所超越 也没有多少机会取得骄人战技 但吴卫号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性 赋予了其对后世战列舰 无与能比的影响力 自明知微信以来 日本一直通过学习西方强大自己 作为示意长期以自强的终极版本 金刚几战列舰铺开了日本登顶海拳辉煌 巅峰之梦的阶梯 首剑金刚号由英国维克斯船厂制造 后续三艘有拿到图纸的日本船长自行建造完成 可谓是舶来的真气图取的切 四艘金刚级战舰于1911年到1915年间先后建成服役 火力航速在当时各国舰艇之中均为顶级水平 由于设计定位为战列巡洋舰 防护相对薄弱 这点在之后的现代化改装中得到相应加强 直到二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这些蓝针百战30年的老舰 可谓是为日本帝国立下了汉马功劳 但长江后浪推前浪1942年的瓜岛战役中 面对北京新锐战略舰华盛顿号和蓝达克塔号 青钢级四号舰雾岛号在对战中被美用9枚16寸炮弹 34号主炮及舰条受损严重 动力系统集中有些菜了 战斗结束后 挽救无望的雾岛号只能遭弃舰自成 雾岛号的沉没对日本海军产生很大冲击 以至于在之后的整个战争期间 日军战略舰再也无法和美帝同等级战略舰雄起一战了 相比于另外三艘死于飞机潜艇之手的金刚级战略舰 勿导号毕竟终结于战略舰对射 且在最后一战中命中南达克塔号一枚14寸主炮炮弹 及多枚副炮炮弹 造成了其62天的返场大休 成就了日本战略舰对美国战略舰的唯一战绩 同为从一战争战至二战的老兵 伊丽莎白女王级战略舰为大英帝国东征西讨 地下赫赫战功 五艘同级战舰于1915年至1916年间相继服役 1916年除伊丽莎白女王号正在船厂维修外 其余四艘该级战舰作为皇家海军的主力 参加了史诗般的日德兰大海战 当英德双方的机动力量战略巡洋舰队 首先遭遇并展开激战后 四艘伊丽莎白女王级战略舰组成的第五战略舰分队 迅速前往驰援 当英方战巡遭到德舰暴打几经覆灭之时 高速赶到的四艘女王级战舰成为递转局势的决定性力量 而相对的德军主力舰队却被老旧战舰的航速所拖累 没有及时赶到事发现场 形成局部优势扩大战果 此战中作为战场上的最强火力 四女王的15寸巨炮给予了德舰重创 尽管德方战巡们凭借其小强伴的生命力最终逃离战场 但都受损严重 其中女佐夫号不治而成 成为此战中英军为数不多的战果之一 战斗中四女王一多处重弹 但凭借其坚挺的装甲损伤轻微 海战结束后两个月内便全数得以修复 日德南海战中 英尼莎版女王级战舰舰在速度火力装甲方面的优势 得到了灵力尽致的发挥 扭转了战争局面 在德军取得战术性胜利的情况下 最终关注英军赢得了战略性胜利 驿战结束后 五艘女王级继续服役于皇家海军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从北海到低龙海 从远东到罗曼底 五艘女王级战舰舰的征战胜影 遍布二战各大战场 可谓是为大英帝国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输掉一次大战 家底被抄的德国海军 再也无法正面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了 于之后德国理所当然走起了自古弱势海军的惯例之路 海盗是破袭战略 免搜山恩霍斯特级战略巡洋舰 成为了此战略战果最丰硕的执行者 尽管此基建后世一般称为战略巡洋舰 但其属性配置却与传统英式战略巡洋舰有很大不同 32级的高航速与英式战巡相当 装甲厚度则强于英式战巡 达到传统正规战略舰水平 这大大提高了其独次作战的生存能力 火力方面尽管主炮口径较小 却有着很长的身管 这不仅加强了穿甲能力 还大大提高了设计精度 这一点在1940年遭遇英军光荣号航母时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编队航行的脸艘沙恩级战舰 遭遇戒备松懈的光荣号航母时 抢夺战机先发之人成了胜利的关键 沙恩霍斯特精准的炮火第三轮骑射 便命中了光荣号的甲板 无法起降战机的航母自然武功全废 成为火把 尽管在随后的战斗中 英军护航的脸艘驱逐舰拼死抵抗 并命中伤霍斯特号一枚鱼雷 造成其重伤 但最终脸艘德舰还是将 包括光荣号航母在内的三艘英舰 全部送入海底 作为战列舰对抗航母母舰 最终航的一次胜利 此战无疑成就了BB党们永恒的光荣 1941年 脸艘舟山岸级战舰入大西洋 执行四轮突破交错战 在两个月的行动中 中期成22艘商船 总共有11万5千吨 俗话说的好 出来说你总归要防战 山岸霍斯特号在1943年的北角海战中 被英国主力舰队抓个正着 其中寡不敌重 战死海疆 格拉斯鸟号更是屡遭空袭 修复不仁 中遭废弃 尽管结局悲碎 但作为二战德国海军为数不多的水平舰艇中间力量 两艘山岸霍斯特级战舰 发挥了其自身120%的战斗力 取得了无比辉煌的战技 机车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列强为限制军备签订了华盛顿海经条约 海军主力舰队位被限制在35000吨以下 由此原因 纳尔逊级战舰舰被设计为非常紧凑的布置结构 三座三连装16寸主炮均被布置在前架版 这样便可以将有限的重装甲防护区域最大限度的集中到重点部位 当然缺点也很明显 三号主炮塔的射击死角过大 如果直接向前开炮 肯定会轰烂二号主炮塔的菊花 此外受排水量限制 动力性能也在被砍之列 且航速还不如前辈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 不过在一二战之间的海军加热时期 世界上只有七艘战舰拥有16寸主炮 缅塑拉尔逊级战列舰无疑是英国皇家海军最强的火力输出来源 此战其他性能的短板 在祖团打怪时完全可以被队友弥补 维坚彼时卖好战列舰的战斗便是最好的实力 面对已被鱼雷断腿的必死卖舰 罗德尼号带着小伙伴们痛打落水狗 此战面对生命力一如既往顽强的德舰 罗德尼号倾泻了几乎所有16寸炮弹 尽管在舰体结构上为人直接击沉击舰 但却是实际摧毁比斯曼号战列的最主要火力输出 有着一场三畅牛铭扬长臂短的战斗机会 罗德尼号可谓不枉此生了 与罗德尼号并肩终结比斯曼号的另一艘英国战列舰 便是乔治五十号 1937年开工的此款战舰 可谓是一纸条约的受害者 1936年猎强们签署了第二次伦敦海军条约 限制战舰主炮不大于14寸 但没过多久 大家纷纷爽约退出 为自己的宝贝船装上了更大的主炮 结果英国老的乔治五十级 成了二战新锐战列舰中主炮口径最小者 青年做四年装炮塔增加了火炮数量 可谓是对火力一定程度的补偿 但实战中 此件主炮频发的故障 却让本来就不足的火力再打折扣 在比斯曼号维艰战中 先后参战的威尔斯亲王和乔治五十主炮军发生故障 好在最终都化险为宜 没有造成致命的后果 尽管与同时期同航相比 乔治五十级战列舰的战力越显不足 但实施造英雄 作为大英帝国皇家海军最后的中间力量 五艘乔治五十级战列舰 参加了英国海军二战中几乎所有艰苦卓绝的战斗 三号舰约克公爵号 跟着取得了击尘沙恩霍斯特号的辉煌战机 此外 威尔斯亲王号还载着丘吉尔首相 红度大洋到达美国 牵涉着著名的大象宪章 另风影飘摇的不列舰 成功抱住了美帝土豪的大头 巧之五十级五艘战略舰 除威尔斯亲王号死于日本飞机之手外 其余四艘均于战后拆解 帝国邪恙荣荣光不返 作为新一代海上霸主 普豪美金的家当自然不会寒颤 1941年服役的免艘百卡罗莱拉雅级战略舰 及众多先进技术与一身 三座三连装16寸主炮 采用前脸后衣的布置 火力于射角兼顾 航速和装甲也平衡得相当到位 均处于同时期较高水平 整体设计可谓定义了新一代 也是最后一代战舰舰的最优造型 但北卡机战舰最胜人一筹的 乃是BB常被忽略的内在部分 在1942年11月的第二次刮岛海战中 先进的雷达火攻系统 帮助华盛顿号在夜战当中 7分钟内命中日军误导号9发16寸炮弹 最终造成其不治而成 这是继中途岛航母决胜过后 美军再次在战地舰对战中取得的逆转大胜 同时也为美帝拉开了太平洋战争中 科技等级压制时代的序幕 新冠技术先进战力强大 但在美帝造船如下饺子般的大背景中 雷卡以及后续的兰达卡塔级战列舰 意见成为庞大战争机器中 表小的一个部件 后期的存在感跟是完全被量产航母的光辉所掩盖 只能承担防控炸倒任务的战列舰 对于传统大舰巨炮信徒而言 确实只能说是无赖的不误真业了 作为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战列舰 比斯麦号威名至远洋 丝毫不亚于命名其的铁血载向比斯麦 1940年福利的比斯麦号战径舰 满载排水量近5万吨 超越了英军旗舰胡德号 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重型的战舰 尽管如此 此时德国海军舰船的总吨位 人员也不及皇家海军 无法正面挑战英国的制海权 只能依靠破袭战 努力切断其海上交通线 使不捏颠变成一座弹尽粮绝的孤岛 从来不得不束手就擒 比斯麦号正式执行这一光荣使命的 终极大型海盗船 但显然如此巨舰的出动 不可能悄无声息 闭人耳目 英国早早便发现其行踪 准备不惜一切代价 阻止其突入大西洋的企图 胡德号与威尔西亲王号组成的拦截舰队 在丹麦海峡与比斯麦号相遇 此次战斗 德方比斯麦号只有一艘重巡洋舰 欧根亲王号作伴 却要面对英方碾搜主力战舰 可谓是以弱抗强 此时强势且急于求成的英舰 主动大角度冲向德舰 并首先开火 但鹰头对敌只能发挥前主炮 并非战列舰对战中的最佳体位 且英舰集火目标有误 错把带出的欧根亲王号当作 比斯麦号了 反观德舰 则从容应对后发先制 比斯麦号精准地炮火第三轮骑射 便命中胡德号 失掉先手的英舰匆忙转向 横出身位 准备发挥全部火力 但此时比斯麦号的第五轮骑射 给了胡德号致命一击 一枚15寸炮弹 直接贯穿了胡德号伯洛的装甲 将其弹药库引爆 巨大的爆炸 瞬间将262米长的舰体炸成眼截 这艘英国皇家海军的骄傲 仅仅三分钟便消失在了海面上 见脑大被秒杀 惊呆的威尔士青王号 再也无心念战 赶紧放烟逃窜 尽管在之后得见的追击暴打中 未见一倍命中树弹 但好在命不该绝 此战比斯麦号一倍英剑 威尔士青王号命中的两枚14寸炮弹 造成油草洞川持续漏游 继续远洋破交作战已无可能 于是比剑与欧剑分离 朝大信仰侧的德战法国港口驶去 四驱的胡德号的英国人路不可遏 动用一切可用力量围堵比斯麦号 在一系列百转千回的追击与反追击过后 最终发出关键遗迹击的 在空袭中比斯麦号被树莓鱼雷击中 其中一枚镇中阿卡尼斯这种 船尾多击处 动念减半航向卡斯的比斯麦号 再也无力逃脱英军的围剿了 随后赶到的英主力线 对丛容战位风骚把脸 终结了这头传奇困兽 尽管战死海峡 比斯麦号给英国人留下的心灵震撼是巨大的 这带给了其姊妹舰 铁尔皮斯号巨大的威慑力 北方孤独的女王一直在在挪威峡外里 便可是盟军的北极航线 风声鹤里草莫皆兵 PQ17船队 应该是因为T2P4号的一次巡流 就下了护航舰队坐了受散 德军的潜艇飞机们 趁其一涌而上 继承了全部34艘运输船中的22艘 昨年失去了足以武装一个军团的军需物资 为了除掉这艘眼中钉肉中刺 从微型潜艇特工到常规飞机空袭 英国人试进了各种方法 最终终结体见的是创纪录的 五吨高脚柜空头炸弹 第4月 第4月 第5月 第4月 第8月 作为美国实际舰程的最后一型战链舰 伊阿华及其各项顶级科技云山成为了荡舰去跑最后的辉煌 该舰装备新式马克7型16寸主炮 胜管长达50倍口径 可发射1225公斤的超重型穿甲弹 穿甲是对于射程军贵亚游日本大合号的18寸主炮 修长的船身和充足的动力是伊阿华及战链舰的航速超群 装甲防护上尽管超越了绝大部分网界战舰 但相比对位更大的大合级战力舰还是略显逊色 由于服役时间较晚 伊阿华级战舰在二战中一展身手的机会非常有限 虽然没赶上战斗却赶上了圣命 在三号舰必苏礼号上举行的对日本瘦小仪式成为了二战结束的标志 二战结束以后大舰巨胖时代一去不返 个性老旧战舰纷纷拆解变败 四艘伊阿华级成为唯一被保留下来的战斗舰 并时常披挂上阵重返疆场 从寒战越战直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 四老兵为美帝征战半个世纪之久 秘苏礼号退役之后 更是京剧珍珠港 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战舰博物馆 可谓是美式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面钢铁旗帜 结合美帝强势的文化输出难力 这面旗帜的影响力更是成倍增长 这面旗帜的影响力更是成倍增弱的影响力 回到现实中 这几战舰打不打得过外星人 咱无法得知 但漫长的福一山崖中 却是为提升战力 做过许多现代化改装 毫无疑问 对新科技武装起来的战舰威力 也和过往时代不可从而而语 但其实此时这几件 也是作为大型武库平台 而会战略舰的存在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大口径的火炮 更高厚度的装甲 这是大剑巨炮时代 衡量战斗力最简单爆裂的标准 大合级战列舰 无疑是这一标准下的巅峰之作 大合级战列舰不仅也有最大的火炮 最后的装甲 其整体设计也非常均衡 剑形优美 球必舰手更是创新设计 有效减少了航行阻力 加之不俗的动力 航速亦不逊色与小端位同航 作为仅有的碾搜于二战期间 下水服役的日本战列舰 大合级曾被寄予厚望 被当作日本海军的终极决胜王牌 一号舰大合号于1941年12月16日竣工 并被编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 而就在几天之前 日军不仅摧毁了美地珍珠港内所有的战列舰 还在马来亚海战中击沉了航行中的英国战舰 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 完成所有这些战绩的全是 空拳时代的到来 与日本高层过于谨小甚微的心态 使大合战舰在太平洋战争中前期 只能充当酱油角色 在1944年10月来台湾大海战时 日本联合舰队已成枯住一支支决胜了 大合二舰并没有机会找到伪军战列舰一绝高下 招待他们的是万千飞机的一段暴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号舰武藏号被19枚玉蕾 17枚炸弹击中后沉落 大合号一被击伤 超级战舰在面对空袭时毫无还手之力的狼狈 彻底证明了大舰巨炮霸权的陨落 半年后大合号的自杀式出击 就为战舰舰时代的终结 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尽管身不疯是战绩悲催 但作为时代终结的标志 大合号的象征意非同反响 加着战后本子在文化领域的逆袭 大合号某种程度成了战列舰的代名词 这种世俗称谓 甚至不自觉地被移植到虚拟的科幻领域中 驻旧传奇登顶神坛必为逝去之物 剑顶的巨炮灰额的剑桥 破浪挺起的熊子 驰骋大洋的霸气 战舰间流离后人的是无限的遐想和憧憬 但荣耀与辉煌的背后却是无数神秘 情有蛾毛般的消失 壮本如此残酷如此 或许让这些巨兽带着曾经的光荣与野心 斗志与杀气一起长遍于海底 则是惊人最大的信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